Lio聊世紀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是Lio 今天來看立陶宛人對上西西里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來看一下立陶宛了 哇 這兩位選手 居然在聊天聊起來了 哈哈哈哈 那他們在講的話我看不太懂 什麼新的世紀帝國2生活 好 什麼什麼意思 他說這次很多BUG嗎 確實喔 他們如果是這樣聊天的話 那這次改版應該有在打 打CD國天梯或是團戰的人 應該有發現 這個投石車最近有點BUG 不會自己攻擊之外 連森綠也不會自動補血 那希望這些小BUG可以趕快修正一下 可能是又為了銜接這個羅馬貴雷 DLC的關係 有一些東西跑掉了 希望可以趕快修正這些小事情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兩個文明 那Jordan是選擇立陶宛人 立陶宛人的話是一開始 這個每個承認中心都加100木頭 那他的毛兵跟槍兵移動書特別快 到帝王時代可以點上金盾 這個塔盾技術可以讓他的遠方 多加2 這個毛兵加槍兵都是加2遠方 那立陶宛人後期可以打這個列提示 配上僧侶的戰術 或是槍兵 這個擊兵路線 然後去針對對方駱駝做一個打擊 所以他這個打法算是蠻強的 唉唷 這邊還居然敲個木槍 讓這個村民的血量多一點 唉唷 這個小細節 呵呵 有點秀 那立陶宛人後期還是比較偏向於 打這個騎兵路線 因為他落馬的話雖然有這個 波蘭一騎兵可以用 但是他這個波蘭一騎兵 並沒有辦法像一般的波蘭的落馬一樣 攻擊力這麼高 而且還少了3攻的關係 所以後期打步兵路線也會比較弱一點 所以他的槍兵雖然有多2遠方 其實實質上是少了1 呃 跟3防蠻移的一樣的步兵路線 是少了1點遠方的 即死點了這個卡頓技術 所以立陶宛人後期 這個擊兵也沒到那麼強 但是對抗對方的駱駝 已經是綽綽有餘了 好 那麼先來看一下 CC人 那CC人的話這次改版也算是蠻不錯的增幅喔 那他這次改版大家最常用的就是他這個 CC騎士暴 那他的騎兵呢 陸地軍事單位都有這個減免33%的傷害喔 以前是50% 減免太多了 但33%也是蠻多的 那他這個農田也有這個加成喔 只要沒點一個農田科技喔 肉量也是非常多的 那後期比較容易打這個金罐、鎖之甲、騎士喔 還有這個銀罐十字雲中針也是他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銀罐點下之後 所有的單位都有抗招響能力喔 就跟變條盾一樣 那CC人我覺得最大的特色是他一有強弩可以打 雖然沒有拇指環 但他沒有火槍 所以是值得注意一下 如果對方打不病的話 CC人只有用這個強弩或是重裝騎士喔 直接硬扛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先稍微加速一下前期的部分喔 好 我們又二倍數來看 封建時代這邊是打蠻早17批 欸 這邊出門了 這該不會是要打這個極限塔公共嗎 先下個軍營 這會按步兵升級嗎 這個值得一看這場 這場感覺挺有趣的 好 右車這邊稍微圍一下 圍一下圍一下 OK 該圍的還是有圍的 好 謝謝蠻人這邊上批數有點晚喔 21批 升級時代偏晚有點危險 好 這邊直接先下一根塔 哇 真的是要打塔公共 立陶宛打塔公共的優勢就是上封建時代比較快一點 好 塔公共開打 那塔公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塔弓加上這個弓兵進去助手 可以增加這個箭矢傷害喔 然後利用這個效果 然後把這個箭塔一路往生差 好 結果這邊西西直接在這邊蓋個模仿 哇 這樣就很虧了有沒有 直接損失一百目 只吃了兩隻鴕鳥 好 兩隻斑馬才對 這隻鴕鳥還活得好好的 哇 這隻村民可能要死了 再一下 有機會嗎 哎呀 沒有辦法 好 結果打的不是弓兵喔 是要來打這個毛兵壓制 好 那這邊劍塔可以繼續升插 那這邊也可以考慮直接插這個位置喔 好 插這邊可以稍微控一下農田跟祖金的部分 那對方城樓比較大根喔 血量也比較多 這個城樓顯然是125滴血 1250喔 那這邊劍塔是850滴血 血量直接插了大概500滴吧 差500滴 還是400滴而已啦 不好意思 400滴 所以如果對塔的話 西西里人是比較有優勢一點 但是他這個城樓呢 價格是比較貴的 但是西西里人一開始又有這個石料加藏 一開始是300石料 所以稍微買賣一下或是挖一下石頭 就可以再蓋第二根劍塔 激累一根是175喔 那對方是125 大概差了50石料而已 好 這邊稍微使用村民打 那這裡有個細節喔 就是你真的被印插塔的時候 你可以拉自己村民喔 直接來印插喔 那就是防塔工的一個細節 對方來印插的時候 他只有四隻村民喔 而且也沒有太多的工兵 跟棒棒裝甲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村民 直接去印拆掉 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邊Balance對應得非常好 好 這裡不出工兵 直接用毛病稍微騷擾壓制 那這邊他也是損失了山村的這個資源喔 去做塔工喔 所以有一下人會覺得說 欸 那是不是這邊 他這樣子打 他要很賺啊 其實他是虧的喔 也是巨虧那種 好 這邊先優先打對方槍兵 打完槍兵之後 再稍微微一下 直接硬打 但是這邊村民直接噴出來 可能要先打架一下 比較好 村民血量一直慢慢掉 上面毛病高打低 傷害其實還是有點多 哇 這邊死了兩村 尷尬三村 好 這邊可能要拿更多村民來打會比較好 OK 還是打掉了 這個就是 拉的村民不夠多 拉的不夠乾脆喔 反正被騷擾到了 好 這裡再繼續 再補一下 一根劍塔 好 這裡直接蓋一個城樓 直接防守 這邊這邊也是出了一些兵 那薩金特衛隊是一個很特別的單位 他在封建史達就可以出了 而且他有雙防二防 非常的坦 而且血量50低一些 比這個裝甲好用很多 所以西西一人也有這種打法 就是封建打薩金特衛隊 但是會很容易被對方的 攻兵給Counter 所以可能還是要出一點毛兵防守 會比較適合 存出的話還是有點危險的 好 但是 以西西以下這個戰術來講的話 都已經打城樓的戰術 不太可能再去出這個攻兵喔 很容易會 經濟越打越差 這邊還是比較實際的 上到城堡斯奈 會比較好 畢竟對方也不是真的爆兵爆得很嚴重 好 這邊看到這邊騷擾 還是下個射箭場 出點毛兵防守 好 這邊直接收村 硬拆對方的 瞭望塔 那這邊瞭望塔 血量真的很坦 坦得要命 OK 血量優勢 直接修了回來 這邊再補一根 哇 就是要搞膩耶 這個太過分了 好 那城樓有個細節 就是他的箭矢數量 可以到八個人住進 箭矢數量就會非常多 好 下方毛兵把攻兵趕了回去 哇 前期就打這麼嗨喔 嗚 這是怎樣 哇 這個要直接請對方吃大橫堡 但是被對方攻兵給發現 這裡可以趕快集結大量的兵 過來做 針對這邊的村民 這邊剩刺猴趕快一直按也可以 好 這邊先升到城堡斯帶的是 西西里人 西西里人要在哪裡蓋城堡呢 直接錢壓嗎 但是我覺得還不夠錢喔 這根城堡是沒辦法壓到TC的 好 帶毛兵過來 第一時間來拯救一下誰村 好 攻兵直接被換掉兩隻 好 看來還是要蓋好 原西西里人蓋城堡有50%的加速喔 TC則是100% 過來速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蓋寶來說 可能連西一半都會輸給CC CC這個蓋寶寶壓是非常強大的一個戰術 通常也是蓋不贏CC一人的 除非你拿30隻去蓋 然後人家8隻 那就還有機會 但不太可能 好 目前CC一人這個打法很強勢 而且待會他這邊再繼續挖手 再繼續前壓 直接連環寶插爆我們家裡 這個對付新手來說是非常致命的 基本上沒有新手可以擋得住這一招 如果你真的想要虐菜的話 可以考慮使用CC0 然後直接用保推的防守 直接推爆對方 然後再出少量的這個 薩金特威隊去防守 那如果對方出攻兵的話 很簡單就直接出攻城器 或是戰毛兵 然後繼續一路身差 直到對方 遇到對方蓋城堡時候 就可以稍微減緩一下 好 那這個戰術對於高端來說 沒什麼太大用處 所以一直沒有機會 可以跟大家講解這個戰術 但 應該也不用交吧 因為畢竟你就算會這一招 你虐的也是新手 你怎麼打 就是 人虐菜而已 對於自己的進步來說 不太有太大幫助的 好 這邊到處拉村民去做探圖 這邊是要幹嘛 這邊是要來鬼祟嗎 哇 這該不會也要到下面偷蓋城堡 這邊偷蓋一下 這邊蓋個城堡 然後直接吃掉這個TC 好果然是西西里寶吹戰術 再蓋一動 這邊趕快圍一下 哇你看蓋的有夠快 哇村民才十隻而已 就蓋這麼快 這根城堡起來之後 這兩個TC也要爆掉 這邊直接到對方家裡蓋 蓋採礦地 太好笑了吧 好這裡再補一個城樓 趕快補個十強 OK西西這邊防守還做得不錯 趕快再把這個石頭給刮回來 好那右邊還有一個TC 我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這個打得有點奇妙啊 真的是有點奇妙 這個城堡寶推居然出現了 我還以為他只是要拆一根燒爾而已 居然是連環寶 好那這邊二級色我先升好 好結果這邊村民死了蠻多的 哇這些列體師剛剛應該是做了一些大事喔 有喔這邊殺了八村四村 你看這邊有骷髏頭標誌喔 就知道他們剛剛擊殺了多少單位 當然也不一定是村民啊 這個有村民跟單位的樣子 好那西西里這邊村民雖然被殺了一點 但還是優勢方喔 畢竟可以直接拆到對方的兩個TC 是非常賺 好兩邊這邊順利升到帝王時代 都非常早 好這邊補一個修道院 可以來找對方的列體師 那這邊列體師有點煩 這名西西里的村民喔 一直被逼了回去 那還好這裡還有救命石頭 西西里沒有把這個最後的石頭也空下來 算是不信眾的大幸 讓Jordan喔 有機會可以讓自己的經濟好一點 原來這個石頭沒得挖的話 待會防守會有很大的問題 哇靠這邊再起一根 這是怎樣 超級連環寶推 哇哇哇哇哇 好久沒有看到在高登場看到這一招了 至少有半年左右了 可能只是我沒看到 但西西里這招真的很兇狠的 好 那這邊也是打一個比較特別的戰術 是打宗教 宗教系的 騎士思想 配上這個宗教狂樂 加一下跑速 血量已經升好 用10大1升號 也可以先按下這個印刷技術 但西西有沒有印刷技術 我不太知道 那個生旅科技可能記的 每個文明都不太一樣 但他是有這個實際運動陣的話 基本上來說 生旅科技不會太弱 好 這裡兩個箭塔已經拆光了 升到電王師在兩邊 會怎麼打呢 現在Jordan已經變成遊牧民主了 到處蓋TC 但是有點受傷的是 他這兩塊金喔 都被CC控下來了 Jordan現在其實很窮啊 好 村民主現在開始有點被拉開了 七七村對九十二村 好 這邊再稍微組成戰法 要稍微圍一下 避免對方列體師直接衝進來 但這邊還是有慢慢出些槍兵 好 這邊看起來是要棄手了 這根城堡棄掉之後 清奇兵過來防守 但另外這邊城堡 把清奇兵打 第一次來軍一頭司機也過來了 這邊生旅稍微照顧一下對方清奇兵 但清奇兵有抗招向能力 很難照顧到 好 兩邊變成生旅大戰 好 直接引砍前方的生旅 生旅直接被砍死 後面這邊來得及收嗎 但是血量太低 生旅只能在城堡前面發呆 因為進去的話也沒辦法進去 好兩邊城堡都被投掉了 OK 那這樣就 有海蒜能接受 一棟城堡換兩棟城堡 謝謝你這邊有點小虧 好這裡趕快把對方的shadowlink打掉 不然這邊 列體是有加4攻傷害 騎士非常痛 這邊在先投TC 哇 也可以接受 換TC 好 現在Jordan有個問題 現在沒有黃金 黃金像被控到有點慘 這塊黃金可以挖 還有左邊這裡 剩兩塊金可以安全挖 這裡的金 待會可能也是被騷擾 沒辦法安心的挖 OK 這邊生物噴出來 趕快去撿生物 兩個老頭趕快撿 但是沒有宗教狂樂 跑速非常的慢 但是VChest這邊是有跑速的 三隻兄弟過來 稍微來撿一下生物 好 列體是過來直接開招 招之前 直接招搶掉 很賺 趕快趕快再撿 偷生物的時間到了 兄弟們 這邊稍微再防一下 OK 減生物減生物 幹走幹走 哇細節細節 砍老頭 要三刀兩刀 再一刀就死了 好放下生物補下血 哇細節細節 哇秀操作秀操作 哇這個好秀阿天阿 巴拉斯打得不錯阿 哇這個分數差距已經差了兩千多分阿 三個生物直接幹走 哇 烈提斯 頭很痛阿 直接沒了生物優勢 哇這場有錄到 哇不錯 看到一場很有趣的比賽了 好 西西里寶推 戰術非常成功 立陶宛這邊 可能要趕快去補下更多的射箭場 去轉一下這個 戰毛兵 或是奴兵都可以 但立陶宛的奴兵路線有點fail 我記得他是沒有強弩的文明 所以他說其實如果要打步兵的話 還是要轉火槍會比較好 打奴兵可能不能打到底 好這邊 這個什麼 商隊 欸 這是什麼 這是按錯了嗎 西西里按商隊是 什麼意思阿 貓尾球隊在出了耶 What the fuck 欸 這個 是不是搞錯了什麼呢 好 但左邊這裡有距離頭C 在偷拆 西西里的TC 那村民現在是由西西里領先了111村 對上96村 村民數差距大約20村左右 好這邊工兵有效克制對方槍兵 槍兵直接被射爆 好 化學快好了 3級目一點下 就等這邊開始打著偏經濟一點 那 西西里這邊經濟已經很好 2000多黃金還沒有花 這個 這場怎麼覺得有點奇妙 這個 這個國土也是變得非常奇怪 好 好 謝謝這邊升好了重裝騎士 還點一下金罐鎖子甲 鎖子甲 鎖子甲騎士要來 遠房8 好 遠房6 他還沒有點3房 想像說不是遠房8 等下 真的怪怪的啦 怎麼三個四級 這是幹嘛 你要跟誰貿易啦 等下這個貿易車是要去哪 完蛋完蛋 城樓爆 哇他拉錯是不是 看到貿易車對 Jordan會不會傻眼 哇少女子也被砍死 尷尬 三房趕快點下 好 這邊騎了一個高地堡 OK 均勻被拆掉 立陶宛補下了品種 兩邊怎麼打得有點悠閒的感覺 哇靠貓易車隊 黃金很多耶 64耶 每一台貓易車隊獲得64黃金 他說什麼 他說眠 什麼什麼眠的 看不懂看不懂 好這裡補一個四級 直接跑最遠的貿易距離啊 哇我的天 直接發大財 我很確定他們現在是在玩 太好笑了吧 好趕快用騎士來救一下 直接開彈 哇這個重裝騎士 遠防8 想要射貓易車隊 射掉一台 第二台可能沒機會 哇 射掉一台而已喔 貓易車隊開始跑貿易 連單人單挑還可以跑貿易 你敢信 好 就等這邊把自己經濟慢慢農了回來 但是列提斯數量也是越來越多 但是有點尷尬的是他列提斯攻擊力很低啊 那個聖物不夠多 好重裝騎士直接硬彈 但是列提斯可以無視對方重裝騎士的防禦力 如果正面硬砍數量不夠多的情況下 列提斯還是有機會可以打贏對方的 西西里騎士的 好這邊撞一下 無視防禦效果非常好 直接撞爛 哇開撞開撞撞起來撞起來 OK列提斯傷害非常足夠 正面大量的西西里騎士直接被撞開 列提斯還是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這裡越來越多騎士補過來 直接在人家城堡下面開打 右邊巨女偷視機直接拆爆城堡 列提斯數量產量可能會慢慢下降 列提斯這邊經濟越來越不夠好 完蛋這個金礦也被控 Jordan的黃金已經要歸零了 好列提斯在持續開撞 西西里還能再繼續打嗎 還沒三攻好 哇西西里又再輸了敗仗 騎士全死 今天列提斯攻擊18攻 先頂掉這些投死機 但是尷尬的是 現在列提斯數量不夠多 正面開打有點虧 哇這裡繼續有貿易的 Balance 經濟太好了 直接打出了GG Jordan沒想到被對手一個 卑鄙連環寶之後 還讓對方跑起了貿易啊 好這邊還稍微微一下 不想讓對方跑貿易 這一場實在太逗趣了 雖然感覺好像沒什麼打多畫面 但以戰術之心來說 算是一個不錯的影片啦 娛樂性質偏多 然後這個西西里索支架 跟攻擊優也是非常好用的 那我覺得怎麼覺得這場哪裡怪怪的 總好像有點在我 在玩的感覺 並沒有非常認真打兩邊 有可能是我錯覺吧 可能Jordan真的很認真喔 還是被對方 卑鄙掉了非常多的 TC喔 跟農田經濟 好啦 那今天這個影片 應該也不用看經濟了吧 稍微看一下好了 應該沒什麼好看的 很明顯 被弄爆啦 Jordan 不得 四聖物 西西四聖物 太慘了 好啦 那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雷炭 說 快點 請 更設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